我俩相处了三年的时间了 我越来越受不了她了 我想跟她分手 分手是不可能分手的 她想分手就分手 那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无奈 我觉得我们俩根本不是 正常情侣该有的样子 我劝她分手就不要想了 我今天可以给她个机会 让她说说我到底有多不好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周 23岁来自新疆 新疆学生 有请小周 女嘉宾小王 22岁 来自新疆学生 有请小王 欢迎两位啊 是高中同学是吧 对 我们高中就认识 后来怎么就变成恋人了呢 那时候好朋友嘛 就一块就考到杭州了 就这么就在一块了 现在是校友 大学校友 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学校 但在一个城市 那也够有缘分的了 不错啊 那个怎么了 就她总想分手 我就觉得 这分手应该女生提啊 她天天给我挂在嘴边 那就说明她真想分啊 你是真想分吧 臭小子 对 我是真想分 我不分 为啥不分呢 她追的我呀 就是要甩也是你甩她是吧 行 那个怎么着啊 为什么非要分呢 我实在受不了她了 受不了啊 你说了 你不讲理啊 不讲理啊 你不讲理啊 主持人你看她就这样 你说啊 她说的时候 你听一下 她说完你再说 好吧 嗯 来 你先说 怎么不讲理 她就是我吃喝住心 她都要管我啊 就是假如我今天想吃面条 她想吃米饭 但我今天就不能吃面条 就必须得跟她吃她的米饭才行 她还爱吃一些 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东西 我特别不喜欢吃东西 就是动物的内脏 还有就是脑花 大肠这些东西啊 她就非得让我吃啊 那你咋就不能吃吗 不是 你吃你的 她不吃不也行吗 就我们当时她不吃牛蛙 我说这好吃 她尝试了一次 她说挺好吃 那我觉得这个动物内脏 也挺好吃的呀 我就想让她试试嘛 不是 试试 那怎么就不能吃了 太血腥 我是真受不了那个味儿 那就不吃呗 你吃你的 她吃她的不就完了吗 那你说以后住在一块了 那还得开两个灶子 那我就爱吃这个 你要不吃 那你不就得让我饿着吗 那就开俩灶子呗 我不会做饭 那就她做什么 你吃什么呗 我就吃动物内脏 她都不想给我做 那可不是嘛 那你就自己做呗 那我不会啊 这是什么都要是吧 你是不是就这么想的 对 她不光是吃 她连穿她都要管我 有一次买了个情侣状 新衣服我一个习惯 就得洗一下才能穿 是应该呀 对啊 巧了那天 我就刚好去找她 她呢 就是穿的那件情侣状 但我没穿 然后她就因为这个发脾气 然后我再折回去 然后再过来穿湿的 来过来找她 那你为什么不穿呀 就是那个衣服 她不是昨天买的 她买了有一个星期了 你说谁不爱干净 那我买我也洗啊 你说你早点洗嘛 就那么巧 我第二天穿 你头天就洗 你头天洗也该干了呀 你就是不想穿 你就不想让人家知道 你是我男朋友 不是我不穿 我洗了啊 游泳的时候衣服是不是 泡温泉的时候衣服是不是 穿不穿 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能穿呢 现在就不行了 上马路的时候 为什么不穿比基尼 游泳的时候可以穿呀 为啥不可以呢 问你呢 就有穿 我就让她穿 对呀 那你提前通知她说 明天要穿情侣状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常识啊 你说你买了件新衣服 你说你不穿 那你不得把它放过时 放旧了再穿吗 行 这个生气是吧 所以说我下次学聪明了 我每次出门我穿什么 我给她拍张照片 发给她 我再去找她 然后我见上她 她就说我里搭外不搭 外面可以里面又不搭 又让我转过去 一个半个去扯扯 那是你审美的问题呀 你说哪有外面穿个绿的 里面穿个红的 那你搁谁谁受得了呀 那我理你出去呢 人家叫国际大壮色 你不知道吗 那不行 那国际大壮色 好多人都理解不了 你那多丑啊 我一圈的时间 都耗在这了 来回奔波 你全都又那么远 不是你就傻了你知道吗 以后背一包 包里放着衣服 对呀 你怎么又没傻 你说穿哪件就穿哪件 对呀 那别人怎么想到 你就想不到 哎呀 您这是找了一时装模特 不是男朋友 您这要面试啊每次都 行 衣食住行都拐是吧 对 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的话 一般就是除了发脾气之外 才还以什么来了结这件事呢 给我白脸色 最终结果就是 我得给他写一万字检讨起步 他才满意 就这样 你写过检讨吗 写 我都写了一本子 一万字的啊 一万字起 你说的 他那不是写在那抄 他在那个手机上收藏了一个 写检讨大全 那我说那你这根本还是意识不到 自己错哪了呀 那我也不能说说写一万字 那么多那个 我肯定没有那么多能写的呀 那我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去 那就是没意识 不知道自己错哪了错哪了肯定能写 现在人家说了 我错就是跟你在一起 我跟你分手 我来纠正一拖 那我不想 不行吗 不行 不分 他还有什么要求啊 就是每次出去玩 他都要问我一句 就是说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不一样 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不一样 你怎么说的 萝卜色 那不能说出来吗 那我也是我做功课了呀 我专门因为你 我背了一些口红色号 嗯 你说啊 你背哪些号 郑红 活力 复古红 珊瑚水酿 南瓜色 泥巴牛血色 你看你这坑个巴巴的 可是我也记住了呀 那你有什么能了解我喜欢的东西呢 我知道呀 我知道你喜欢看电影啊 《倾听歌》呀 你喜欢那些车呀 对不对 那我也知道呀 那你知道什么牌子吗 那我不知道那也有原因呀 我现在买得起车吗 我天天搁你耳边说 哎呀 我要买个什么名牌车 那我不给你徒增压力吗 那我不让你活得也累吗 你说咱们有钱了 我比谁都积极 我天天查 不是 我是真的拿它没有办法了 是 我听着都没办法了 还有就是他 什么结认他都要过 他都要过 那我觉得结认它存在 它有存在的意义 对吧 你说如果大家都不过 那结还设立他干啥呀 所以我就说要过结嘛 那有错嘛 哪个女生不过结呀 哎 清明节你过吗 不过 清明节为什么不过呢 以后再过 为什么以后过呢 等我不在了再过 你这还什么节日都过 这孩子也是 你也得分哪 你这还真是 他不光是这种出头的结 就是有些我都没有听过过结 他都要过 比如说 6月6号 他还定了个主题 叫做我是你的眼 要是让我门上眼罩 陪他逛一天 弄得我那天是 清一块紫一块的 你别夸张事实 他清一块紫一块真不怨我 他过马路我都牵着他 吃饭我都喂他 他那清一块紫一块 是他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刻的 可是这是什么结啊 就是爱演日 爱演日的时候 就他要把自己扮成盲人 你要做他的眼是吧 对 那为什么不是你扮成盲人 让他做你的眼呢 他天天跟我诉苦 我说我这对他不好 那对他不好 我不想能让他享受一天吗 享受了吗 怎么没享受 饭好不好吃的 我味道你嘴边 我给你吹好了 我磕着碰着 还叫享受 那你说你进南侧 我没办法呀 你进去偷偷把眼道摘了 对呀 你应该摘眼罩啊 那还是你的原因 我不敢呀 我怕被他发现 他就得 不是他又不去南侧 你去厕所你这不还摘了 真是傻孩子 对呀 哎呀 他们俩是活一对 你知道吧 一个月一个瘦 除了这个 还有 还有 我被他跳楼了 停 你不要搞得好像 我要谋害你一样 那是翻好吗 就是我们小时候都住平房 那翻个楼不很正常呀 那底下是草坪 而且重点是我不让他翻 我没鼓勇他翻 他自己翻下去了 还不是因为当时他要看电影 但是我们宿舍门打不开了 宿舍大师说那开所有人 得过着才能来 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 然后他就在电话那时候说 我不管 你敢在电影开播之前 必须得到那儿 我没办法了 我就直接从二楼跳下去找他了 但是也是没看上 那电影是我一个月之前 我跟你说看这预告片 我跟你说我想看 你说行啊 那我才定的呀 那他就这么来晚了 那票都作废了 也浪费钱 那这次是个意外呀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 那意外不是我造成的呀 那是谁造成的呢 那门造成的 哎呀 你姑娘厉害了 去了 你们俩谈了几年恋爱 三年 我都已经受不了他了 让他三年 还有就是他把我新买的自行车 给我直接砸掉了 我为什么砸呀 女生啊 漂亮 我那天穿了个白色的纱裙 结果那自行车 他就把我的裙子给挂破了 他在那笑 他在那一直笑 你为什么要笑呢 我砸你自行车 也不是说我神经不对 那是你态度呀 你别笑呀 你指着我光笑 笑有用吗 那是你下来你不注意 车楼上给挂着了 挂烂了 你怪我 为什么要怪我呢 那我的自行车 他肯定不挂我 那就因为你的自行车 那你就不能提醒一下 你说宝儿 你下车的时候 你注意一点 那不就不挂破了吗 而是你要笑 你要不笑我能砸吗 我把你自行车砸了 你难受过 我也笑着对你说 修一修就行 你什么都敢说吧 你是直接发脾气了 扭头就是给我砸掉了好吗 那是你自己说的 哎 没提过分手啊 生活里提过吗 我提过 我不同意 我是真的是受不了 他就是不从业 死产烂大人 你就死死的不敢分呢 因为他知道我爸妈电话 他也知道我家庭住址啊 我怕他给我爸妈说 他给我爸妈说的 那么我爸妈就得说我 那不还是因为 我说的有理 你爸妈才向我吗 我要说的没理 你爸妈能向着我吗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 把这个事儿 让大家评论评论是吧 对 哎呀 你这可够惨的了 那你们只听他片面之词啊 那以前的时候 他对我也特别好 就过节的时候吧 也知道送个礼物 结果最后变成我送他礼物了 他就绝对不给 不是一次两次 还说这次算了吧 这次算了吧 这不是一次两次 不是 您要是什么节都过 确实也给不起啊 一大学生 我替他说一句啊 不让他花钱 他就是跟我说一个 节是快乐 就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就是你们俩一年过的 最多的节是什么节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意思就是 他要过那个啥 生日月 那一个月他都要 什么叫生日月 就是他生日那一个月 他都要像过节一样 我二月份的 那才几天呀 今天免了几天呢 那二十多天啊 那么长时间啊 你平时也这么照顾我啊 就是多了一个噱头而已嘛 我还必须得每天伺候着他 我像他的奴才啊 还必须这样扶着他 这哪里是你的男朋友啊 哎呀 你真给他过一个月呀 那没办法呀 那他都要求 那能咋办 就等于这三年 每年的二月份都是 生日月 都伺候着 就我伺候他 男生答应女生的事情 一定要做的 我之前许这生日月的时候 我问过他 我说是不是我许 什么是生日愿望 你都答应我 他说行 我才许了这个生日愿望的 他哪想到你许 这么个生日愿望 他以为你许的生日愿望 是好好跟他过一辈子 你咋没许这愿呢 那个愿望他许 他许愿你觉得有用吗 要是那个愿望 我觉得挺好 我就觉得有用 我就让他有用 这姑娘还挺聪明知道吧 你是要真分还是假分 咱们不开玩笑说 是说你这做法太多了 我有点受不了 老师们帮帮我 你是这个心里 还是说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是真分了 你把话跟我们说清楚 我是真的不愿意跟他谈了 他太 我不分 你看 他太明白了 其实要为了这个姑娘好啊 真爱这个姑娘 就一定要跟他分 就让他挫折 让他懂事儿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我既不是 那你鼓勇他跟我分 那就是残忍啊 你间接的你就伤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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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 你们都是老师啊 我无所谓 对吧 你们可不能胡来 一起进入秋彼特文卷 女生你信王 你有王者风范 那也不行 行了 而且男生你看 你在女生面前 就是四个字 服从就范 这不是 就是你潜意识地认为 女生他所做的 所说的都是对的 他给我灌输这种思想 不管他做了错事儿 还是对事儿 那都是他对 那我想和女生说 你这样的一种做法 他不反弹 不反抗 在很多方面 他确实是喜欢你 换了其他人 你去试试 我也没有给他说那么强势 就是 不用强势 他说的几个自行车也好 织衣服也好 说到织衣服 你们两个大学离得近吗 不近 我要去找他 得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也就是说 他让你一个多小时 再一个多小时 去把那件织衣服穿回来 对 你语心呵论 洗了 谅解一下 不行嘛 你这真是霸道 太霸道 太太霸道了 当然你再这么霸道下去 你真的成不了他的太太的 我想今天他就是不了 可能很多电视间的男生 也在看着的时候 哇塞 幸亏不是我的女友 真的 我儿子一定 下次为止 你惊吓到大家了 男生我还是想说 你以后真的出不了门 我们也不要从二楼 或者更高的楼跳下去了好吗 珍惜生命 珍惜我们的生活好吗 好 谢谢伯鸿兄啊 女生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外表很精致 但实则廉价感很足 作为长你几岁的姐姐 我觉得你如果要这样的 再继续把自己 装扮成公主的话 你会把你自己人生毁了的 你觉得自己是公主 在家里爸爸妈妈 把你捧为掌上明珠 没问题 可是你知道公主 最值得让人 喜欢的是什么吗 她有一颗善良的心 她懂得尊重别人 也懂得让别人尊重她 你想要让所有的人 把你当成太阳 围着你转没有问题 但是太阳 最大的一个功能是什么 它会带给人们温暖吗 你这样并不会让别人珍惜你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把自己的分数拉低 男生 其实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你 所有他的种种的行为 都是你迎合呀 就那句话 你惯的 是因为他第一次让你这样做 你就好 顺从 第二次顺从 现在你忍不了了 你为了留住他 你也不择手段呢 所以你现在说分手 那你就干脆分呢 你这样一直拖着他 也是在害他 你之前满足他一次又一次的 这些要求 你最后把他逼到了这个绝境上 然后把他推下去 所以最可恨的就是你 这些事你怎么都能答应去做呢 是原则问题呀 穿着湿的衣服过去 不会感冒 不会生病嘛 所以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有点理智好不好 爱情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不是爱情里面有人生 是人生里面有爱情 记住这句话就好 谢谢 谢谢莎塔 来 余老师 我先采访一下莎娜老师 你在热恋的时候 有没有一小段时间 和这个有点小类似 没有 还没有啊 我真不是这样 那是比较少见 她的爱情是非典型爱情 不用采访 恋爱当中热恋的时候 小女生有那么一段时间 像这种表现 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 坐一下闹一下 是吧 但是这一下子三年 这可能就让人受不了了 我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 一开始不这样 在我看来 她就是一个小女孩 不是22岁的小女孩 可能是156岁的小女孩 这几年你没长大 用我们心理学的话 叫退行了 你退行到更小的 年龄段里面 也就是说你这种行为 在热恋当中 一段时间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如果在三年时间里面 到今天这个状态还这样子 那就说明你在拒绝成长 你在享受156岁的 这么含实的一个状态 有人疼 有人呵护 我怎么撒娇 都有人配合我 所以你享受了这个状态 但是我说 这个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如果 继续成长的话 等过几年你突然发现 她真的走了的时候 你会不会就晚了 所以这要成长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男朋友想对你好 和男朋友应该对你好 这两句话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是她主动的 一个是我认为的 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 你看说多好啊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男朋友一味地配合你 你认为她是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被动 被动的 她就很累了 一旦进入被动的状态 她就不愿意做 就抗拒 甚至不惜来撕毁 你俩的关系 以分手作为代价 因为她太累了 一次两次可以 但时间长了 她就受不了了 还有 为什么三年你没有成长 因为这三年下来 男朋友的各种配合 都替你表达了你的情感 这就说明你内心 缺一些东西 缺的可能是 对人生的规划呀 是学习上啊 做人事方面呢 等等等等 缺很多东西 但是男朋友 他只能一时性地给你 他不会一直给你 一个能够这么将就你的男朋友 今天他已经说了要跟你分手 你应该要悬崖烈马了 男生呢就含那句话 那是导演 你是演员 你可以有扒演的权利 你一味地顺从 他变不好 只能让他慢慢退回到 十几岁小孩的状态 要长大 不能一直是个小孩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有担当 未来比如说 当你结了婚了 你有孩子的时候怎么办 包括你的父母老了 你能不能用能力去 赡养他们 这都得需要你考虑 所以到此截止 差不多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 谢谢余老师 我其实刚才听到一个细节 挺感兴趣的 就是说川儿问说 你有什么把柄掌握在女孩手里呢 比方说我给他父母打电话 那他父母应该是蛮喜欢你的 你在他面前 绝对不是这样的表现 在长辈面前肯定 就是要乖巧一点嘛 毕竟长辈肯定不太喜欢 疯疯癫癫的丫头 他也懂收敛 懂 我肯定会温顺一点 他懂 但其实这里面 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不分手 他说分手 其实是你离不开他 他随时可以走 他之所以没走 是因为他还是喜欢你 他能把你这些所谓的作呀 这种过分的举动 视为撒娇 这是你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他是能够懂的 但即使他懂 他也受不了 他可能今天说分手 也只是无数次分手的一次 绝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离开他 这个能够是说 你具备离开他的能力 你有吗 没有 你的世界里好像只有他 因为你太过于关注他 对你的每一次细小的反馈 太过于放大了 把生日放大到一个月 把所有的细节做到极致 这是你的问题 你离不开他 所以在爱一招当中 你迷失了自我 这很危险 当然可能年轻人 都会处于这种阶段 但是你要迅速地觉醒 你要知道自己 除了他以外 还有别的事情 还有别的更多地 让你去追求 让你去实现价值 体现你的价值的东西 可能马上毕业的工作 可能更多的友情 更多的这些 自己的技能成长 而不仅仅把这些 都放在他身上 就从他现在 对你的事实 答应的这种状况 是靠不住的 因为真正成熟 可以靠住的男人 会知道 在事实的时候 拒绝你 让你吃一切 长一智 让你能够成熟起来 那是真正的爱 做好这一点 你就知道怎么相处 这段关系了 男生也是一样的 我不相信能离开他 你只是很无奈 你爱的能力也不强 真正的爱 不是这么百依百顺的 你会受不了的 把这些细节 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 去掌控好 好吗 我希望你们俩 能够继续走下去 好 谢谢曲总 姑娘 咋样他们说的 挺有道理的 你呀 接着扛吧 这手艺师半会儿 分不掉了 那除非他也愿意 写一万字检讨给我 那你就是小孩吗 生活挺平实的 其实你们俩看 今年大四对吧 嗯 你们俩马上就面临 要进入社会了 爱情的问题 先放在一边 其实他这一段 这么依赖你的时光 也许对你来说 是一辈子最幸福的 一段美好回忆 不如社会 他会见到一个 更大的世界 你也会见到一个 更大的世界 他会快速地成长起来 你也会成长起来 那个时候 这段撒娇打闹的日子 可能是最美好的岁月 再让你们这么闹 再让他这么胡来 他也来不了 珍惜 对于你来说 过了 那个年龄过了 余老师用那个退行 用得多好啊 非常专业啊 你要想一想 反思反思 面对生活 请你们慎重 长大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挺喜欢你的 我觉得老师说那么多 我不是不能改 我就是怕你走 我总觉得 如果我不霸道一点 你可能下雨后就走了 我也可以改 一直在一块儿三年了 我从开始我挺温柔的 因为我觉得 你喜欢我 肯定能接触我所有的缺点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把最真实的一面 展现给你 我就觉得 我们就一定会走到一起 我才做了一些 很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也知道那些事情 太过分 可是我总是很感兴 我就是觉得 你喜欢我 你就要宠着我 接受我 我就是希望我们俩 不要分手 我会考虑的 姑娘说得好啊 其实人家越喜欢你 不是越应该珍惜这份喜欢吗 别再任性了啊 行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好不好 来 请开门 来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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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